他有机器起一个包裹 是在这边起吧 在这边走 那边这个营业员是带着这个面罩的 这边在取包裹在排队 我在外面排队吧 这边是取包裹的这个地儿 然后中间是幽局的信箱 我在外面排队吧 这边是取包裹 然后幽包裹的地方 这个幽局以前我来过 在这边取过包裹 好久以前来过 他这个是前几天 我住处的那个门上贴这个 贴这个单吗 不是贴的好像扔的一个单 幽局扔的单上面写着 sorry we missed you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we re deliver for you 我们打算为你重新再邮寄 但是后来他也没有给我邮寄啊 等了两天 不是等了三天吧 中间跨一个上休日 我又看了一下这个上面写着 你既可以在网上预约 什么时候他们再次送 还可以你自己去取 这个单的后面有这个邮局的地址 所以就所以我就今天就来了啊 因为如果如果不取呢 可能时间长了他就会退回去啊 他就会退回这个发价人啊 我以前用这个三星9手机 那个用了一年多了吧 两年了还是 那个笔也断了 然后用着也 因为有的时候需要录视频 他那个 用这个打电话这个手机录也不太方便 另外这个以前的手机也是太旧了 所以就买一个新的一个手机 是三星Note10 就是比9 稍微的应该是清晰度什么的 会好一点 以前也想过再买买的话买苹果 但是我还是觉得三星录视频的效果会更好 因为他录的这个视野更宽阔 而且他那个色彩我觉得更好吧 苹果那个录出来之后 感觉他那个颜色有点发暗 所以就大体上就买了一个 他这个三星Note10手机有好多不同的型号 我也有点弄乱了 就买一个比较便宜的400多美元吧 他标价是450 再加上税呢是480好像是 大家睡很睡吧 大家睡很睡吧 Hi how are you I just want to take the puzzle And this information for the tracking ID Tracking number My ID Do you need my ID Yeah 他没有我的ID 然后他到里面去拿去了 他这个我在亚马逊买东西呢 他有一个叫tracking ID 就是那种追寻码 然后 他那个我把那个tracking ID写的那个单上了 交给他了 让他去取去 这个就取到了 这个就取到了 取到之后 他这边是贴上邮票的西风在这儿游 然后这个是包裹嘛 有的collection box full 这是鸡包裹的吧 这个是取款的嘛 算是这样吧 这边是信箱 这个信箱是可以出租的 可以在这边租信箱 然后可以拿着钥匙来取信 这个信箱有小的 有小的中等的还有大的 大体就是这样了 然后这边 他不是有这个信封吗 这个信封是可以拿的 这个信封就是说 你以后优 优势的可以拿 有这种红的和 红的和蓝的 红的和蓝的都可以拿 然后你下次优的时候呢 你直接在家写好了 装信箱也可以的 嗯 好了再见了 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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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